音乐 我觉得乐器都是有灵性的 它不只是一个物件 而是一个伙伴 如果你对它好一点 它也会给你好听的声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文楚银Celine 我学了朱迪整整五年了 之前学了两年钢琴 那是我其实没有很大的兴趣 我妈推着我学的 十岁那年呢 有一次我去乐器店 然后听到有人在吹竹笛 我就觉得 诶 怎么那么好听 你就站在那走不动了 就听了很久 回头我就跟我妈妈说 诶 妈妈我要学这个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笛子有好多种 我学的竹笛 就是由竹子做成的 里面续节 中空成内堂 我的老师说 中国汉代书籍中就有记载 笛七孔 竹永也 你看这一根竹笛 它虽然看起来就是一根竹子 但其实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嘴唇的角度去吹 不同的手指的律动 就会能吹出不同的旋律和音表 这是一首陕北风格的曲子 我每次吹奏这曲香歌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觉得很煽情 这首曲子是一首凄美的曲子 总会让人想到家乡 老师说 演奏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笛合一 上学或外出时 我都会背着这个笛包 每次演奏完 我也会仔细擦干净 我的同学朋友好多都学钢琴 我就说 他们就觉得特别羡慕我 就说 你这个主笛很方便 随时随地 就可以拿出来吹一下 我就说 音乐最重要是带着大家快乐 我就觉得 我就学习累了 高兴了 不开心了 都会拿出来吹两下 知道我会吹主笛 每次演奏的时候 就会让我上去露两首 然后很多同学听到了 就说 你好厉害 然后追着我问 想跟我学 我还加入了乐团 认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和他们一起演奏 让我学会和别人合作 和别人协调 找到了和读奏不一样的感觉 我在海外学足迪运并不容易 找老师也很难 但是我很幸运遇到了他 他是中国传统的乐器 我跟他更亲近 会产生更多的联系 他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和他合作 会产生美丽的感觉 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下去 继续和他一起 创造美丽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